就在藍白河確定後 柯文哲在15號晚間9點半 悄悄來到郭台銘家拜訪 一待就是一個半小時 似乎就是要勸退郭台銘 畢竟再也整合 不能少了他 一開始就表明我對郭台銘 董事長的態度就是說 我們也是邀請他來共同參與 要給他拉進來 我們還是很需要一個可以 代表台灣到世界 以台灣總統身份到世界各國去走 把郭台銘拉進來整合 但正副手位子隱瞞 郭台銘的老朋友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志 前一天還說郭台銘將精神參選 我是認為他會精神參選 這對整個這個選舉 整個大局呢 是最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傳說民眾黨將尋 2020年高鴻安模式 讓出三席部分區立委 交由郭董推薦人選 會跟郭董繼續合作 部分區立委嗎 郭柯兩個人之間 今年的談法 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在談的是 關於國家的治理 總統的職權 包括國防外交兩岸 我們如何能夠幫助民眾黨壯大 包括部分區的政黨票 但是不涉及部分區的具體的名單 這會由民眾黨他們自行 來推薦優秀的人選 郭辦否認以部分區立委當合作基礎 柯辦則說 名單都還在評估中 隨著藍白整合成局 郭台銘儘管連署成功 是要硬拼到底還是華麗轉身 參與藍白這局 形勢比人強 三天新聞 李正道家平均 SN小圖台北報導 好